那么就等这个这轮这个继续了 这个还没开始吗 这吧 好了咱们来看一下 那么下一轮马上开始 现在场内的话 这个选手还是比较多的 还有五位选手 那么还得至少打两轮 五位打一轮变成三位 三位再打一轮变成两位 那还得打三轮 有一位选手会被轮空 那么哪位选手会比较好运呢 我觉得HCC 这位选手会比较好运 我祝福你 我祝福你轮空 不对 1v1不能轮空 轮空分低 那不能轮空 那么反正我刚才祝福的两位 祝福的那位谢南南谢宝贝 算是彻底被淘汰了 这个而且这把 他都没分 直接被淘汰 我也是罪了 来 那咱们今天的话 这会儿就咱们就要看 大头鱼选手啊 和这位卡卡选手 就冲着卡卡选手啊 这位荧光虎的这个颜色 咱也得这个祝福卡卡选手啊 这么好看的颜色 不祝福你祝福谁啊 收到了我的祝福 我相信你一定能战胜 这位老盘选手 大头鱼的 那么这位大头鱼选手呢 他是在这个1v1当中啊 算是这个沙场老将了 5v5的话也有参与 看到他参与过啊 但仅仅是参与 他可能更加乐中于 1v1的这个战斗 下方选手的话是纵电流了 这波拼完之后 好像好像没怎么滴了 参与都差不多 战场属性呢 是上方先的时候 占一点优势啊 火属性 那么地属性啊 那么下面这个火属性呢 这个 少一个战场属性的优势 你可以转属性 你把自己一转 就变成地了 世界上的话是 有小伙伴的话 是在打工程战啊 这个大头鱼 这大头鱼好像还 一边还在打工程战呢 我这一边PK 一边还在打工程啊 好 多段攻击破 啊 那个HCC轮空了 又一轮 就是轮空了是吧 大家看到没有 大家看到没有 我这个祝福的选手 是不是成功轮空了 那我刚才祝福的就是他吧 那 哎呀 这个张无忌选手 你居然被落败了呀 这这这 这这张无忌逃败了 这 这是让我倍感意外啊 那么这波的话 这会儿是这个 从无被控 稍微有一点伤 稍微有一点伤 冷物被控 哇 这个是轮流控啊 这 我觉得要是我这会儿 你这个残血桶 我干脆搏一搏算了 对方直接多段攻击啊 想搏都搏不成 好 那么这会儿的话 这波拼完之后啊 双方下方虽然有一点劣势 但是还不至于问题太大 哦 战场要回了一大口啊 两千多血 哦 那么这波的话是控制技能 但是没中 而且还被反击受了一次伤害啊 这个是有点伤的 套了一波光 而且还是个五次光 五次光套在上面的话 这个还是很给力的 来 怎么看 好 给宠物的话是 这会儿的话是这个 技术性 那么这会儿的话是下方选手 有点有点吃紧了 你这个血线有点尴尬 关键是被对方的话 这个来回控啊 这个一会儿控你宠 一会儿控你人 让你没有机会回血 哇塞 人物又被控了 哦 这这这这有点伤 这有点伤啊 这个大头衣选手 我记得是著名的这个连控选手啊 他这个 有很多自战的 他都是这个连着控你 控到你死 这波 这这这这最后那一下没控住 哇塞 你还套什么镜子呀 就算这么点血来套什么镜子啊 你这会儿就应该直接这个 直接付旧虫 或者换只新虫出来 然后再给自己拿血 那薄一薄了的 你套这镜子都没必要 虽然这个多挨了一回合 但是这会儿 你这多挨这这一回合有啥用呢 那这样一来的话 下方选手应该是机会渺茫了 咱们干脆去看看其他队伍吧 来 那么这会儿的话 咱们准备下一轮的这个战斗啊 现在场内还有这个三位选手啊 三位选手的话 这个